体育竞技,不赢就是丢人 陈梦采访翻车,败光路人员 刘国梁止步128强的历史再度被提起 估计要哭晕在厕所 陈梦的访谈言论 无疑在平静的体育圈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与反思 在公众眼中 这位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的发言 不仅未能展现出应有的谦逊与大局观 反而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快的胜者傲慢 这与其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形象 形成了鲜明对比 首先,让我们直击陈梦那句引发众怒的言论 在为国而战的时候,你输掉比赛 还不如把名额让给别人 还不如不去丢人 这句话,简单粗暴地 将竞技体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简化为胜负的二元对立 忽略了运动员背后无数次的努力与汗水 以及赛场上瞬息万变的不可预测性 竞技体育的魅力 正在于那份虽败犹荣的精神 以及运动员面对失败时的坚韧与不屈 陈梦的言论,无疑是对这一精神的亵渎 也是对所有为梦想拼搏 却未能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运动员的不尊重 甚至有网友认为这是对队友的内涵 沙特赛事上,樊振东、王曼玉、马龙均告父 王曼玉尤为在意此意 昔日王浩瀚赋柳成敏诗经 马林亦不敌瓦尔德内尔,未入八强 其主管教练马林一遭质疑 陈梦言辞犀利,直指其不顾前辈荣光 再者,陈梦似乎忘记了 自己也曾是输家的一员 在职业生涯中,他并非未尝败继 尤其是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上 也曾遭遇过重大挫折 比如2017年无锡亚锦赛 作为中国队的一员 在家门口输给了日本的平野梅雨 那一刻的失落与遗憾 想必只有他自己能深刻体会 然而,正是这些失败 铸就了他今日的辉煌 如今,他却以胜利者的姿态 对昔日的自己及所有失败者进行评判 这种双重标准让人难以苟同 此外,陈梦还提到了 自己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心态变化 从东京的自信满满到巴黎的只求不输外战 这种心态的转变 虽然体现了他的成熟与稳重 但也透露出一种对胜利的过度渴望 甚至是对内战的轻视 在竞技体育中 无论是对手来自国内还是国外 每一场比赛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因为每一次胜利都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 每一次失败都是成长的机会 陈梦将内外战区别对待的态度 真是经济体育精神的真谛吗 面对这样的言论 不少网友和球迷纷纷表示失望与不满 他们认为 陈梦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给年轻运动员带来负面影响 同时也有声音指出 陈梦的发言或许只是情绪激动下的无心之言 但即便如此 作为奥运冠军 他也应该学会在公众场合控制自己的情绪 展现出更加成熟和理智的一面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 刘国良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灵魂人物 对于陈梦的这番言论 或许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毕竟 他也是有过败绩的人 在《中国乒乓的辉煌史册》中 镶嵌着无数璀璨的胜利篇章 但同样镌刻着几笔令人扼腕叹息的败绩 其中1993年戈德堡士拼赛的惨痛记忆 至今仍让不少老球迷心有余悸 那一年 中国南拼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滑铁卢 南丹赛场竟无一人挺进四强 星星刘国良更是在首轮便黯然离场 这一幕无疑是中国乒乓史上的一道深刻伤痕 回望第42届式拼赛 瑞典戈德堡的寒风似乎还携带着那份不甘与失落 彼时 国平南队正处于低谷挣扎 少帅蔡振华出掌率硬 肩上的压力与期待并重 球迷们虽心怀忐忑 却也寄予厚望 期望至少能维持上届的前四成绩 南团则能挺进决赛 然而 现实却比预想更为残酷 南团虽奋力闯入决赛 却终究未能撼动瑞典队的霸主地位 1-3的比分宣告了未免的失败 但真正的风暴却在南单赛场酝酿 七位国平汉将出征 却无意能突破半决赛的桎梏 仅由马文革与王永刚勉强击身前八 随后也相继折戟 更令人震惊的是 被视为希望的刘国梁 竟在首轮变遭淘汰 止步于128强之外 这一幕 无疑是对国平士气的一次沉重打击 最终 南单领奖台被欧洲选手全面占领 瓦尔德内尔 葛廷 塞福 普里莫拉茨等名将轮番上阵 上演了一场欧洲拼弹的狂欢 而中国南拼则只能黯然神伤 连一枚铜牌都未能摘得 这样的结果 在国平历史上实属罕见 令人痛心疾首 随后的日子里 国平的阴霾并未散去 1993年和1994年的南拼世界杯上 普里莫拉茨与葛廷相继夺冠 国平的失利如同连环炮 一季接一季地打在球迷的心上 但正是这些挫折与失败 成为了国平凤凰涅槃的催化剂 1995年天津市拼赛 国平男队终于迎来了翻身之日 团体赛中 他们一雪前耻 终结了瑞典队的三连贯神话 单打赛场更是霸气侧漏 包揽前四 孔令辉与刘国梁两位星星横空出世 会失决赛 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双子星时代 这一幕不仅是对过往失败的最好回应 更是中国乒乓重振旗鼓 在攀高峰的生动写照 今日之中国乒乓 或许雄距世界之巅 对手们只能仰望其背影 难以企及 然而 辉煌背后 那些昔日的坎坷与挫败 如同磨刀石 不可或缺 我们铭记历史 不是沉溺于过往的泥泞 而是从中汲取力量 每一次跌倒都是国乒不屈一致的试经时 每一场败仗都铸就了今日无坚不摧的钢铁之师 正是这些血雨类的教训 让中国乒乓学会了在逆境中砥砺前行 以更加坚韧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挑战 在竞技体育的道路上 只有不断学习和成长 才能走得更远 更稳 奥运会完美落幕 对于国乒来说 战绩很是不错 但与此同时 面对的争议也不少 最终女单决赛现场的状况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30岁的陈梦对战23岁的孙颖莎 的确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 而现场的一些声音 对赛场上的陈来说 有些不太友好 后来他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告诉自己 尝试做一些改变 尽量不让自己听到外面的声音 只需要做你自己 在周围环境如此嘈杂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你就是要赢给所有人看 最后 他本人也真的做到了 最后未免奥运冠军 成绩更上一层楼 这一成绩 是他交给自己的一份完美答卷 而赛后莎莎也表示 孟姐的实力的确可以 自己还需要更加努力 网上的一些声音虽然不友好 但他们两个姐妹关系 却实属真情感 连莎莎也直言 希望洛杉矶的时候 孟姐还能跟他们一起上赛场 但下一个四年 陈孟是否能上 还是个未知数 毕竟今年他已经30岁 在拼弹几乎是老将了 更何况 这次奥运会结束后 国拼也要重新大洗牌 不能每次大赛 只能依靠他们这几个顶梁柱 总要培养出一些新人来对战之后的比赛 但有网友看了被重点培养的这六位选手之后 对之后的比赛却没有太大信心 毕竟这名单上没有见到陈孟与孙颖莎的名字 国拼这么做到底有何用意 难道真如外界所言 国拼放弃了他们这两位良将 之后国拼的顶梁柱又会落到谁的肩上 国拼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霸占冠军多年 最大的原因就是有不断优秀的球员涌现出来 南拼从刘国梁到马林王浩 再到张继科马龙许星 女拼则是邓亚平到王楠张仪宁 再到刘诗文丁宁 现如今的孙颖莎陈孟王曼玉 国拼冠军的接力棒一直在进行 但能否接住这一棒 看的是运动员的能力以及心态 而这也是国拼所看重的一点 而这几位在这两方面略占优势 并且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被称为天才少女的钱天一 算是国拼队里名气较大的选手 五岁就开始练乒乓球的她 在十二岁那年就拿到了省队女子单打冠军 后来在各大赛事上都包揽了不错的成绩 进入国家队后在国际赛事上也有一定成绩 还曾拿到过世界第九的排名 可国际上实力强劲的运动员太多太多 以至于后来新生力量的出现 她参与国际赛事也少了很多 世界排名也因此下降了不少 甚至在巴黎期间 她本应该竞争一张奥运女团皮卡 可最后只能接受任务做莎莎的陪练 虽然有些遗憾 但这并不代表她就此会放弃乒乓球 反而在这陪练的过程中也能够精进自己的技术 毕竟她对面站的是女拼实力最强的莎莎 而奥运会结束后 她也会选择继续努力 成为拼弹的重点培养的主力选手 在下一次比赛中 希望能看到她能突破自我 对于钱天忆来说 怀曼或许是她之后的强有力对手 她在国平女队里被称为小王楠 其打法犀利 在青年队时期表现极其出色 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王楠接班人 是下一个周期奥运会的重点培养人物 只是相对于钱天忆 她虽然有年龄优势 可心态上却稍有欠缺 几次外战比赛上都没能战胜对手 并且在对战60岁的尼夏连时 也以比分落后暴冷出局 也因此 她的实力遭到了外界的质疑 但话又说回来 能有莎莎那样强大心理的也没几个人 在心态战术上宽慢 还是需要多多加强 如果心态更稳一点 她的实力在国平里也不算差 她是否能够超越前辈续血辉煌 这个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她的手里 下次比赛就能遇见结局 不过在国平中 18岁的张敬磊 实力也不容小觑 大大小小的冠军拿到了50多个 甚至还曾击败日本女单强力选手 伊藤美成 6岁就接触乒乓球的她 小小年纪就拿到了团体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之后的各大比赛上也多次出现她的身影 而这位00后也是国平选手中比较有前景的选手 好好培养 或许有朝一日也能站在国际赛事上 与此同时 16岁的丁一杰最近几年也小有名气 仅有16岁的她便已经让世人看到她出其不意的战斗力 今年WTT的赛事上 小小年纪的她却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并且将葡萄牙一解绍杰妮打得没脾气 后来直接8比1结束比赛 赛场上的她灵活运用战术 很快能识破对方的伎俩 而这一点也与孙颖莎有相似之处 大众也期待她能够在后来的赛场上再次获得更好的成绩 而她也成了一些球迷心中强大的新生力量 同样在WTT赛事上获得关注的还有石巡摇 在混双中 她与队友对正强实力的杀头组合 在他们的努力下成功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杀头 从比赛过程中来看 她还是有真实力的 并且全程保持冷静 关键时刻她还能加强攻势 这一点令不少球迷佩服 而她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在女单比赛中 她还击败了日本黑马张本美和 完全就是国拼未来可期的选手 不过有网友称 国拼重点培养对象中没有陈梦孙颖莎的名字 要知道 他们二人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拿下诸多好成绩 国拼培养的是新生力量 他们已经站在世界顶尖 更何况他们现在正处于重点培养中 之后的比赛中 他们还会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 我们下期的表现